雪白面衣淋上鐵板 轉眼皺變金黃 來自東京鬆餅店 新一區門市7點多就開門 提早搶工 早餐商機 台灣外食市場高達5000億 不過其中早餐就占了40% 看準2000億的早餐人口 鬆餅屋靠著賣早餐 在其他分店衝出更高業績 吃不進的話 其實比我們早上還更早開的 或是說跟我們一樣開的時間 的餐廳其實還蠻少的 正常來講的話 應該提借一整天的營業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兩到三層左右 這邊的話通常都是比較晚 大概九點到十點左右 所以因為這邊七點半就開了 所以它的時間彈性還 可以允許自己坐下來 吃一個舒服的吃一個早餐 然後再去上班 想搶進卡位 另一大勢力 還得面臨速食業的早餐時段 我腿的 也是豬肉的 比一比松餅屋早餐 打出北海道進口原料 但價位介於兩百到四百之階 也只限信義區門市 連鎖速食龍頭麥當勞 則靠著不定時更換菜單 價格區間壓在五十元上下 肯德基則續打銅板價應戰 還跨中市賣起燒餅跟粥 各自鎖定目標群眾 早餐的時段大概佔了一天的 來客數大概兩成的比例 那這次我們推出新的肉品 希望為我們的早餐時段 可以帶來來客數大概一成的成長 早餐吃得像國王 一早飽餐一頓已經成為台灣 外食結構主力 也難怪越來越多業者 即便提早開店 甚至得不斷開發新菜單 也要搶做早餐生意 記者黃家瑋 李佩萱 SQ小組 特報道